昨日夜里,在这位圣兰族青年的恳请下,他和队长陈寅许久,最终同意了对方的说法,打算借圣兰族车队离开这片执舰者搜寻的区域。 至于进入圣兰族后是否去对方所在的天顶国,许青没有给出定论。 而他们被安排的藏身之地就是这四角兽的皮肤上,这方法很巧妙,更有气息遮掩。 显然圣兰族对这种隐藏之术很是擅长。 小修不负上族所望,已成功瞒过执舰者,接下来的路程应不会有太多意外,一个月后我们将达到圣兰族。 说着,这圣兰族青年右手抬起从储物袋内取出两片荷叶,恭敬地举过头顶。 小修此生在家乡只见过上族两次,也只是圆圆所看,虽听家父多次敬言上族风土,但着实了解不多,只听闻上族喜时黎明破晓前的月露,故命人采集而来。 许青神色如常,但心中却一动,黑天族他虽有所了解,也可没到如此细致的地位,并不知晓关于喜时月露之事。 且这圣兰族青年话语里带着模棱两可之词,看似正常,可却也蕴含了一丝试探之感。 所以,黑天族是否真有喜时月露,也是未知,于是沉默不语。 队长则是淡淡一笑,右手抬起隔空一抓,顿时那两个荷叶向他飞来,不是直接引用其内月露,而是抬起细小的手指,轻轻点了一点后,沾着露水涂抹在眼睛上。 指尖那月露飞速的挥发,而队长黑色的双眼出现了一层膜,仿佛盖住了双目,神色也露出些许舒坦之意。 你有心了,退下吧! 这圣兰族青年,从始至终神色没有任何反常,一直都是狂热,文言恭恭敬敬地倒退,直至退出了九步后,起身离去。 随着升空,其身影也越来越大,最终化作正常身形,出现在了赤皮四角兽上,坐在那里,神情没有丝毫异常。 就这样,时间流逝,很快半个月过去。 这半个月里,这位圣兰族青年很有分寸,不曾过多打扰许清语队长,偶尔到来时也是于远处求见,被允许后才会靠近。 所有的言行举止,都没有露出任何反常之处,就好似真的将他们二人当成了上族一般。 不过,在话语里,他时而会恭敬而巧妙地问寻一些关于黑天族的风土人情,每每这时,其脸上都带着神网之意。 许清对此了解不多,所以没有开口,一切都是队长在应付。 而队长这一次显然功课做得很好,对于黑天族的了解程度极高,甚至还有两次指出了对方错误之地。 谁告诉你,黑天神山是祭祀之佑,那是月花盛开之地,也是曾经的神将之所,如今的神功所在。 神山下的乌林城,可惜了,那座城鱼翼甲子前被神灵残面注视,已经消失,此事外界知晓不多。 队长话语间,无论是神情还是语气,都极为真实,给许清的感觉,好似队长真的在黑天族生活过一样。 这也使得那位圣兰族青年,目中的狂热更浓。 不过此人的试探没有彻底消失,还有一次赏武阳光最为浓郁之时,他虽没出现, 可遮盖阳光的毛发,却微不可查地偏移了一下,使浓烈的阳光直接洒落在了许清身上。 许清眉头皱起,微微挥手,顿时遮阳的毛发恢复原本的角度。 诸如此类的小事,虽次数不是很多,但每一次许清和队长都处理得很好,于是在半个月后,类似的试探终于不再出现。 直至这一天,在林兰州内,圣兰族的车队靠近了天岳峡谷。 天岳峡谷很大,按照车队的速度穿梭这里,需三天的时间才可,而离开峡谷后再有一周,就可达到边界。 因林兰州是与圣兰族接壤之中,所以车队到了这里后,圣兰族修饰纷纷心中松了半口气,紧绷的闲也松缓了一些。 在峡谷外过夜之后,第二天清晨,车队浩浩荡荡地踏入峡谷,在内呼啸奔腾。 随着车队的前行,一天的时间很快流逝,在黄昏快要到来时,他们已接近了峡谷的中段。 此地两侧山石临巡,高耸而起,遮了部分阳光,使峡谷看起来有些昏暗。 远处,一座位于高处的隐蔽洞窟内,此刻有一个身穿红衣的女子从盘膝正睁开双目,露出寒芒。 这女子脸上戴着面具,身边放着一把巨大的恶鬼镰刀,正是青秋。 她来这里已有半个月,目标就是那些回归的云母式车队。 这些车队有大有小,为了不打草惊蛇,所以青秋已经放过了几波小型车队,她准备不出手,则已,一旦出手就要抢最大车队。 来了来了,当许青和队长所在的圣兰族车队靠近这片区域时,青秋的脑海中立刻就传来恶鬼的声音。 这波车队就是你让我之前调查的目标之一,他们来自大荒东郡的天顶国,虽是小国,但这一次运输的云母时数量不少。 我方才感应了一圈,里面上百圣兰族修士,金丹不多,最强的是六宫。 就他们好了,六宫也很适合我们去同归于尽。 随着恶鬼的声音叫嚣,青秋木中冷芒一闪,体内修为运转间,全身散出鸿芒,在其密法的展开下,竟有六宫站立的波动。 显然这几个月,他的修为终于有所突破,形成了四座天宫,配合黄极功法与密法,他的站立已达六宫。 按照他们的速度,一炷香后就会达到我们这里。 恶鬼声音带着兴奋,只是他显然没有察觉遮掩后的队长与许青,而青秋无论如何,也想不到许青二人会在车队里。 于是,他舔了舔嘴唇,目中冷芒越发强烈,默默等待。 与此同时,车队内,许青抬起头,看向远处,他心神内刚刚传来金刚宗老祖的声音。 主子,我方才察觉有七灵神念扫来,是红女的那个镰刀恶鬼。 许青眉毛一扬,旁边的队长也是忽然抬头,看向远处,神色有些意外,显然他也有自己的方法察觉。 有点意思,你也感受到了吧。 队长笑了笑,转头向许青传音。 对于队长可以探查,许青也没太多意外,目中露出思索后,他传音回应。 若他目标不是这支车队,我们也不要节外生枝了。 若是呢? 队长似笑非笑。 封海郡内杀戮会被调查,生擒至圣兰族,弄死。 许青平静开口,真要弄死。 哈哈,好,弄死前看看长什么样,天天戴面具。 队长眯起眼看了看许青,目中带着一些戏谑。 许青诧异,皱起眉头。 傍晚,雨晖落在大地,泛着昏黄,落在峡谷时更为暗淡,使得峡谷提前进入了黑夜。 随着那数百头红皮四角兽的前行,地面持续地传来震动间,一声轰鸣巨响,直接就从车队的前方传来。 那里的地面突然爆开,无数碎石四箭中,更有一道道阵法符文从天而降,如一张大网向着八方笼罩。 还有血色的光,如血海一般落下,弥漫所有区域,使得这峡谷刹那间血色滔天。 一片惊呼与动乱之中,一道瘦小的身影从苍穹黄昏里飞出,一身红色的宽大长袍,一张白色的精致面具,一把巨大的恶鬼镰刀。 随着身影的出现,好似吟唱一般的古老音调也在这一刻回荡天地。 这古老音调的吟唱扩散八方之时,天地被某种力量所影响,竟在这峡谷内出现了阵阵阴风。 此峰席卷一切,所过之处所有感受的圣兰族修士,无不身体一颤,好似被冰寒清洗,心神也都掀起阵阵骇然。 而那片阴风从八方呼啸而来,转眼间就汇聚在了红衣女子手中的恶鬼镰刀四周。 恶鬼之眼猛地闪耀,散出星红之芒,接着突然张开大口,向着女子的手臂一口咬去。 下一瞬,红衣女子浑身一震,身体外瞬间形成了重叠之影,似有天地之间的战魂被其接引而来,融入身躯。 隐约能看见那战魂是一个身穿铠甲的女将,在红女身后幻化,为其加持秀为之力。 这一幕使得这一刻的红女,好似死亡的使者,要收割一切生命。 非但如此,更有无尽的红芒,也在红女身上散出,使她成为了这峡谷血光的源头。 那是太似仙门的血异境。 展开的一刻,会有另一种人格出现,取代青秋,占据主导。 于是下一瞬,诡异的笑容,从这降临而来的青秋口中,肆意地传出。 呵呵呵,笑声配合表情,给人一种无尽疯狂之感。 下一刹,它速度爆发,与血色融在一起,向着圣兰族众人,卷着血海呼啸而来。 手中恶鬼镰刀划破长空,锋利的刀刃似可以割开虚无,锁过之处,天地色变,风起云涌。 竟无人可以阻挡它丝毫。 即便是那位圣兰族血脉不俗的青年,此刻神色大变的急速冲出要去阻拦,可它虽也是六宫战力,但在速度上不如青秋。 毕竟,它们是运输车队,不是负责杀戮的黑衣卫。 青秋稍微一晃就直接避开,在那一连串的妖艺笑声中,杀意强烈,直奔人群。 呵呵呵呵,一个个圣兰族的修士,根本就无法闪躲,随着镰刀的横扫,瞬息就被切割了身躯,惨烈至极。 红女出手很辣,催酷拉朽,显然她是要将此地所有人都斩杀。 杀戮中鲜血四肩落在她的身上,脸上使其目中的血色更浓。 尤其是舔去鲜血的动作,那种疯狂之感直接到了巅峰。 这一刻的青秋,才是许青记忆里,当日首次相遇时的模样,也是红女二字的由来。 甚至可以说,若是没有许青和队长,且这个车队也没有什么杀手锏的话,青秋这一次的伏击大概率是可以成功的。 即便是这车队隐藏了杀手锏,但以青秋如今的战力与速度,它依旧可以掠夺部分云母石。 只是,许青和队长不可能眼看着青秋如此出手,圣兰族死不死,他们不在意,可不能再带他们前往圣兰族之前死亡。 于是,在青秋一刀逼退那位圣兰族青年,又豁开了一个圣兰族金丹,临近车队内斩杀了三头四角兽,要持续挥舞镰刀的刹那,队长出手了。 其身影从第九头四角兽身上飞出,好似凭空出现斑,瞬间从细微变成正常之身,露出了黑天族的模样,目中更是带着寒芒,冷哼一声,人族,放肆。